畫面中一個個行李停滯在行李分解機上 眾人忙進忙出 趕緊開著行李托運車搬運行李 因為桃園機場地熱航下北側行李分解機 18號一早6點50分 因行李卡在分解機的托盤和護板之間 導致設備無法自動分解 就怕行李托運流程被耽誤 趕緊進行人工分解 帶您來看一段當時情況 桃季健壯立刻調派人力排出狀況 花費約三個多小時 行李分解機在早上10點10分恢復正常運作 修理人員啟動緊急應變措施 所幸行李分解機暫時故障期間 沒有影響到旅客的報道以及航機起降的問題